獻給資深法醫高大臣 那高法醫你這個也是 案子也看得非常的多 那這一期我們剛剛也聊了很多的疑點 你看到的是哪方面的疑點 這個最重要他應該不是 看起來算 算起來不算是劉邦尔的案件的涉嫌人 因為他只是一個 他只是一個模仿犯 就是模仿劉邦尔血案 因為劉邦尔血案殺了九個人沒有被抓到 他也要殺四五個人 所以他也怕被抓到 所以他就利用他這個方法去殺這五個人 而且最主要他這個重點是在這裡是 他殺了這五個人都是 都是這個工廠裡面最重要的人 尤其賴董 他弟弟還有阿尼爾 這個一定知道怎麼去培養這個禁師 這個劉璋禁師的一個基本原理 他們一定知道的 還有劉課長 還有一個張會計 他是算會計是沒錯 但最主要問題是 這個人他講說他出來被人家抓到 他開口就說 我是為了要報仇 混蛋 他故意的 我跟你說 這個人本身 他百年前 出事是人家給他掛出了 你百年前的事 我現在把你給他掛出了 你給他掛出了 所以這個根本是垃圾一個 亂講話 他應該是 在八年前出事情以後 就找不到什麼好工作 然後就一直漸漸就 最近這三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可能他經濟情況非常不好 可能因為賴共有黨人財務 因為他發明牛樟之路 郭凡議 你說經濟情況不好 經濟情況不好 他有錢可以買錢嗎 對嗎 對 現在就是要說這個事情 你既然經濟情況不好 你還有辦法買三十二千 一百七十九六千 還有一個滅音器 還有一個手槍 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這就越露出越馬腳在這裡 你在這路平時 你還有辦法做這 所以可以去查他 最近他如果負債 負債 誰幫他還完呢 我是認為 一定後面一定有人 因為他 賴董發明這個牛樟 這真的問題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他本來是一公 比如說一斤 四十萬 他做出來之後一斤二十萬 我如果買 買四十億的人 我現在剩十億 那是不是真壞壞 我今天把你這個 培養方法斷掉 我也是回了四十億的 我的商機 所以這個問題比較大 當然不一定會找到 幕後主任是誰 但是我認為他運氣也好 他如果沒有今天被找到的話 他可能再隔兩天就死在離島裡面 嗯 你覺得他會被滅頭是不是 對 就把他滅頭了 你要看 他現在有選擇性殺人 他不是說不都抬 不重要他都不抬 他就當時 這三個 如果就是 劉科長這也很重要 這一定知道要培養問題 所以如果以前有指定說 你想要抬這四個 那飛機 他剛才有思考嫌隙 孫子外太太剛好 我的感覺是這樣 不過 不管怎麼樣 這個一定要繼續查 我認為 不是這麼簡單 他出來還在那邊說 我是有的報酬 這種此地無影三百樣的混蛋想法 大家都看他出來 不要在那裡嫁 不要在那裡說 我想他在那裡 你騙人 對嗎 你跟他那邊穿 三個穿的 一塊來要二十萬了 穿錢我常在看 你如果一個人去做完 你如果穿錢超過一百兩 這都是集團空運的 因為沒有你練 你要去練 你也去那台不行 我就害了 所以你要去練 就穿錢要練 他就不差練到 可能我想 我穩穩 離台就簡單了 所以要像一百七百塊 九百人會兩百兩 還是兩百五十兩 打成一百七百塊 所以這個事情 我想做到是很好 因為台灣比較自然 台灣的自然做得很好 但是問題是幕後指定是誰 我認為應該可能還在大陸 其實大陸那些賣民上次 這些人被他害的 那個財路都斷掉了 他黨人財路的問題 這是坦白說 我是用益不一定準 好我來整理一下 高法醫 你剛剛點出來的相關 你認為的疑點 我覺得蠻值得參考的 那我再進一步請教高警官 來 第一個是說 財路的部分 有沒有誰的金流 幫這一個嫌犯 處理了什麼錢 這是一個部分 那還有呢 你感覺說 這一定是有中章人的 有幕後指使者 包括你說子彈 有一百七十九顆 這個是要做集團式 你哪裡去生 搞不好 他的金流可能只能買幾顆而已 不可能到那麼多發 還有呢 我們再看 一般來講 有一些憲慌 他一次要滅五個人 最後是滅掉四個 我們比較可能去想的 他可能會幹嘛 偷渡 那是不是在這樣的一個時機點 疫情的氛圍底下 你如果要逃亡 也不是那麼容易 高法醫我想請教 這一個理性嫌犯 他不是PRO的 我們知道他不是PRO的 他就是民間一般的人 他也去高工局做過工作 他以前也在這個 生技公司工作過 他不是PRO 不是職業殺手 可是他去開槍的時候 殺一個人打頭部 然後你看到 就是有一些狀況之後 一般的人會慰慰會怕 因為他真的是沒有看過 就是說一般看血流這麼多 我們都會覺得驚慌失措 但是這個人異常的冷靜 那我請教高法醫你怎麼來看 沒有 其實這個在講起來應該是說 那個殺人的動機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剛剛那個高警方 講到風紀蘭事件 我跟你講風紀蘭事件 是因為跟他發生仇 發生 緩衝 人要把他修理 找白人去代賣 他這件是怎麼 你找多少 不可以 還有一個代入人 這很重要 劉邦有血案 就是因為有代入人 被人家認出來 所以他排九個全部滅口 所以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你要帶一個人 你就要代入人 這個事情很負擔 所以越簡單越好 就是說 我現在 如剛才利用 他現在說的 是一個利用 一個在地人 好 利用你剛才好 你的卡小剛才 剛才充滿暗憾 但是問題是 你的八年前就沒做了 你怎麼可能暗憾在這 我是覺得他是有一個情的問題 所以他去做這個事情 他可能想要走 人要叫他走 他也想要走 但是沒辦法走 所以走他在哪裡 這個表示說他自己在找 可能後面 我告訴你 沒關係你要抬 我會給你安排出路 給你找找什麼 可能找不完頭 他用南頭就跑掉了 然後把他找到 他想說 沒有你好多說 就把他抬抬頭好而已 所以這個人 我最後覺得 這個最後也是 雖然巴西營 不一定會找出後面的人是誰 但是他可能會有一個製造 斷點 就是說沒有辦法再查 這就是最重要 就是幕後的斷點 你要把它切斷 就是說他就安心 這樣不是我們的 因為這是重點 這些通眠紀錄應該都可以查一下 因為現在手機說坦白的 其實你刪掉之後 我還是可以去追 沒有沒有 通眠紀錄 大家都現在都利用 那個叫做WeChain 哦 就是比較特殊的一種 微信 中國的微信 對 通訊軟體不一樣的話 可能斷 就是比較難查是不是 對對對 所以也不一定查 但是我的感覺是不太簡單 因為你只要跌到八年 你怎麼有製造去買三幾千 179千元 一個賣金錢 你錢進來 這開了什麼 20-30萬 你是什麼卡銷 一次人開20-30萬 這是很大的重點 好 我們謝謝高法醫 分享他的見解